为什么在下午还要叫我来听课 为什么 因为我们要增加各位的能量 让各位呢 未来能够创造出更好的科技服务 所以呢 这就是今天下午 各位从刚才一开始 听到中原大学的张耀仁教授 跟各位分享有关于身心障碍的科技的应用 又听到了东华大学的郭俊宁教授 跟各位分享有关于文化观光 休闲导览系统的这个分享 接下来我要跟各位分享的 其实很简单 它叫做爱的米其林 其实它是一个刚刚在10月1号 才上线的服务 在这个里面呢 它其实就是一支APP 如果你手边有Android的手机 你已经可以开始下载使用 iOS可能还要再等一个月 我们希望是在11月11号 能够把它推出服务 往下一页谢谢 爱的米其林呢 它其实想要跟我们 我想要跟各位分享的是 其实你知道吗 文化才是我们台湾的核心竞争理 不过到底什么是文化 在我们的观察里 其实我们常常问一下 来自中国大陆的观光客就知道了 我们有玉山跟阿里山 对不对 很棒 可是他们有喜马拉雅山 长白山 昏仑山 更不要提五岳建派那种座山的人 然后呢我们有很美丽的日月台 可是他们有什么 他们有西湖 他们有博洋湖 有洞庭湖等等 对不对 可是你知道吗 中国大陆的观光客 其实非常喜欢来到台湾 为什么 因为他觉得台湾的社会 我们的生活本身所带来的那一种文化 就是台湾最美丽的风景 在成品24小时的月中 在路上随时随地 他听得到的 请谢谢 对不起 还有我们对于公平 正义 社会权利 以及社会包容的关系 而这才是台湾最美丽的风景 所以我们的APP 其实它的核心就在于这里 下一页 各位有没有想过 任何一种科技的创新 其实它都必须要怎么样 要能够回应 这个社会所在面临的问题 要能够回应 这个社会正在面临的改变 今天各位的网页跟APP 我在之前又参与评审工作 可是各位有没有想过 你的APP到底只是 或者你的网页 只是一个简单的资料的汇整 还是你真正的回应到了 我们台湾社会所关心的 高龄化的问题 少子化的问题 绿色的农村的问题 地方产业以及人才回流的问题 还有我有看到有人关心到 部落永续发展的问题 这些问题如果能够在你的科技 去做改变 那么你的科技才会拥有真正的价值 也才能够下眼 也才能够告诉你 你的APP其实不是你的APP It's an act 它是一个行动 它才能够创造感动 更重要的是 你的APP才能够吹出行动 举例来讲 我们在新竹 现在各位在交大 隔壁的清华有一个很有名的女生 你们可能认识她 她叫做沈心凌 听过她吗 很小的时候 把阿公他们去做卖水果 后来又做了全台湾的SARS的 这个预防的科训 资讯科技服务 然后甚至呢 她到了大学 她开始记录云林农村 渔村种种生活的点滴 各位有没有想到 她所做的所有的网页 所有的服务 其实并不是只是一个资讯服务 而是一个行动 下一眼 所以呢 我想要跟各位讲的是 当你在设计一个科技服务的时候 你可能要思考的 并不仅仅是一个网页 一个APP 你必须要想到 它是一个product 要有创新的能量 它是一个service 要有创新服务的结构 更重要的是 它可能还要考虑是一个business 它能不能够在中间 创造真正社会发展的不同的未来 所以接下来 让我放一支影片 就是有关于我们所研发出来的 爱的米其林的一个梦想影片 那在这个过程里面呢 它就是由交大的我们的师生 还有我们结合了社会的公益团体 残障联盟 喊利基金会 甚至包括了企业 一起在里面 想要为台湾开创不一样的发展 所以接下来就让我们来看 这一个爱的米其林的梦想影片 其实我自己以前就要在心里做出发展的 其实我自己以前就要在心里做出发展的 然后就是已经过手了一阵子 所以会想要把一些 摸摸开幕座跟店家介绍给市场 因为小朋友过去 然后他就做了 然后就发现 以前不觉得有些不方便的地方 现在突然发现它都是这样的 就是因为在同学 在聚餐的时候 我们就觉得说 为什么我们不能进去 因为要自己去很多地方 然后就会特别感受到说 其实餐品都买 要买门饭啊 小薪店吃个去餐 这都会不会的 希望 把好的餐厅 友善的餐厅 在东东风间上是友善的 那在服裁度上呢 是非常好的 小薪店现在突然抓出来 发现出来 我们要加海餐厅 第一个 如果你要出去 你不想喝喝喝 对不对 你一定要把伤害要记得 从电 电草宝在出门 对不对 第二个 你需要出去的时候 第一个把它打开 跟服装置质量 代表什么 还在找微信 等到开始闪 就没吃过 那都会讲说什么 那出了什么 固定站 然后再右转 然后固定站 然后固定站 对不对 转转 第二个 然后固定地站 然后固定站 对不对 你们这个 就可以跑到 这就是每一位都是身心障碍的人 他们都是由身心障碍的人亲自到餐厅里面 去看到那个餐厅 他可能的感善的空间 并且提供建议 接下来各位可以看得到 我们带着他们一间一间餐厅去了解 以及实地上調查的结果 这里面我们想要传达给各位的讯息是 当你在设计一个科技服务的时候 其实你可以服务到更多的人 可以去考量他执行的步骤方法程序 还有他对于这些人真正的价值到底在哪 对啊你有没有想过桌子的高度 椅子摆放的方式 甚至门的大小高度 都会影响到身心障碍的人 可是其实你知道吗 身心障碍的人 并不一定指的是残障的人 更有可能是我们每一个人 因为受伤了 因为搬重的东西 因为年纪大了 因为怀孕了 或者是要拼命而生的小朋友 而你必须也会遇到需要无障碍的状况 而无障碍空间跟友善的环境 就代表了一个社会的文明和一个表情 然后在享受美食吧 因为做了是狗狗 我到点吃的时候最少 吃的 可能是这样子 现在的包市集团上 很简单 就是像包市集团那样的风筝 然后就是稍微改善一下 继续很轻轻地加餐 然后我就想说 借用这个主场的餐厅的那个 那种活动 就是可以 就是可以找出一波的同学 说 我那些餐厅的精神 去推荐那个餐厅做的 推荐那个餐厅 然后就会跟同学去在一起 我希望是能够好持有的 可能每个人都会好 每个人都会好 每个人都会好 每个人都会好多余 所以我请不吝点赞 我请不吝点赞 是 所以 我的分享 只有一个字 就是 爱的米其林 爱 所有的科技创新 如果没有爱 如果没有办法回到 解决我们社会里 每一个人所面临的问题 那么它的价值 就只是一个玩具 而不是一个真正的服务 跟一个真正的创新 爱德米其林 从推出到现在到今天为止 正好是第五天 然后已经有五百多人下载 也很多的媒体真相的报道 有很多的人跟我们接触 说除了台北之外 还可以到别的地方 是的 你们就是种子 希望每一个城市 都可以爱德米其林 有广州 有香港 都在跟我们接触 那我们也希望 透过这样子的一个计划 它不但是创造一个APP 更重要的 它可以给身心障碍人一份工作 每一个工作就是一份薪水 就是一份尊严 就是一个家庭 谢谢大家 谢谢